駕駛開在道路上車速不算太慢 還超越一旁的機車騎士 不過卻有一台小客車 從右側超車後 就放慢車速 疑似惡意比車 甚至還在平交道上減速 駕駛趕緊按喇叭提醒 被按喇叭提醒後 前方駕駛依舊沒有加速行駛 差一點就要撞上前方車輛 他再次常按喇叭 這次駕駛竟然下車還拍車們理論 事發就在二十四號上午十點 臺南市柳營區意識路平交道 零星小客車駕駛行進意識路時 無故遭到銀色轎車駕駛惡意減速逼車 害得他無法在平交道上正常行駛 至少按喇叭時下提醒 走走停停差一點就要撞上對方 後來甚至還遭到恐嚇 對方囂張行進嚇得他趕緊報警 提出強制罪以及恐嚇罪告訴 使用方向燈在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 在快車道停車等多項違規事實 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告發 銀色轎車駕駛構成多項違規 警方已經通知相關人道案說明 靈性駕駛也對銀色轎車駕駛提出告訴 希望類似事件不再發生 華時新聞劉航生劉偉晨 蕭語秀 台南報導 哈囉 我是蔣新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時新聞YouTube頻道